动物的尾巴 动物的尾巴各有各的用处 鱼的尾巴像船上的舵 鱼儿游动时靠尾巴掌握前行的方向 牛的尾巴好比一条长鞭子 夏天用尾巴赶走冰在背上的苍蝇和蚊子 好了孩子们 刚才的这一小段话只有几句话 一般咱们现在在遇到天丽的时候 长短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不会很长的 那么这一个部分呢 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回放过去 反复的听两遍 因为在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些 离我们生活稍微有一点点远的地方 大家还记得在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吗 说动物的尾巴各有各的用处 对不对 它不是没用 不是摆设的 比如说鱼的尾巴 鱼的尾巴可以用来干嘛呀 它就像船上的舵 船上的舵是什么呀 就是用来掌握方向的 对不对 那它说了鱼的尾巴像船上的舵 它也用来干嘛呀 掌握方向 是不是 接下来说了 那牛的尾巴呢 我们形象化的去思考 不要死记用背啊 牛的尾巴像什么呀 它说像一条长鞭子 为什么呀 你看牛那身 它可不像咱们一样 总是洗澡 对不对 那很可能有的牛一辈子 它们也不洗一次澡 或者是它们 这个你会发现 自己也会清洁自己 对不对 比如说它用尾巴 有一只蚊虫啊 过来了 它就用尾巴来干嘛呀 三把这些蚊虫 对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话啊 这一部分的听力问题是 这段话主要讲了什么呀 主要讲了什么呀 还记得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动物的尾巴 各有各的用途 对不对 好 那鱼的尾巴可以用来干嘛呀 嗯 可以用来掌握 方向 可以用来掌握方向 对不对 牛的尾巴呢 我们来想想原文 牛的尾巴可以干嘛呀 嗯 夏天用尾巴赶走 鸡鸟在背上的苍蝇和蚊虫 对不对 我也可以直接说 赶 走 蚊虫 好了 那第一个空就这样填就OK了 对不对 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啊 说这个话主要讲了 动物的尾巴各有各的用处 如果在听一题当中 我们听到了之后就直接 鱼的尾巴可以干嘛呢 哎 掌握方向 对吧 牛的尾巴干嘛呀 用来赶走蚊虫 可以直接这样写 可是如果它转化成了短文阅读 就是一篇阅读短文 让我们看着这段话 去找答案 那么你就写全部的完整的答案 鱼的尾巴 哎 像船上的舵 咱们就不说了 鱼儿游动时 靠尾巴 掌握前行的方向 那直接掌握前行的方向 对吧 牛的尾巴好比一条长鞭子 我们也不说 因为它直接说的是用处 对不对 夏天 用尾巴干嘛呀 哎 赶走 钉在背上的苍蝇和蚊虫 老师说清楚了吗 好了孩子们 你会发现 哎 原来这小个短文呀 我们读完了之后 可能也有许许多多自己的想象 嗯 我记得之前呢 有许多的小朋友 还写过童话故事 对不对 那么在当时呢 我们就会发现 这是动物的尾巴 不仅仅尾巴是这样 我们人们 或者说我们这个 铅笔袋里的文具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嗯 还记得之前 这个在这个童话当中 就是说 铅笔袋里的橡皮 铅笔 还有尺子 它们喋喋不休的争论了起来 对吧 铅笔呢 它个非常高 它指高强的说 这个对这个 像皮说 说你看看你 你又矮又胖了 对不对 你有什么用啊 矮住人家自全靠我 那像皮这个时候就说了 对吧 像皮说 你看看你 平时做事情 总是 总是那个 呃 这个手忙脚乱的 对吧 毛手毛脚的 那你总是犯错误 谁给你看屁股呀 不还是我呢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尺子站起来说话了 说呀 哎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也有自己的短处 那当我们在和朋友交往的时候 要看到对方的长处 看到了他的长处之后 我向他去学习 可能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些短处之后 及时的去调整 对不对 如果你们两个是真正的好朋友 当你发现了哎 他有哪些地方做的不会不够好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提醒呢 对吗 孩子们 OK 这个故事听完了 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故事 最后一个小故事 我们都闯关顺利通过之后 就算大家今天金耳朵奖 正式夺到手了 好吧 接下来的这个小故事叫做 春天的田野